那品牌大家都应该很听过 就算没用过都听过 应该都不少人用过 你觉得值不值抽呢? 我自己的兴趣就不太大 首先你看到市值都挺大 过8亿的 变成这些市况过8亿的市值 你抽GoGoX或者抽新股 你短炒算你不是看公司有多好有多盛 之后再说 你算是看有没有得炒 如果你过8亿市值的公司相对来说 就比较难炒一点 还有第二样东西 你看到我很快立立一盘数 还是在输钱的 这些公司 你说早两年上当然是爽 我们完全炒梦而已 现在虚钱都不管了 虚钱无所谓的 但不是的 现在虚钱的话 就真的是一个死穴来的 你看到美股的公司 香港上市的科技股也是 变成你连这个炒味都没有的时候 都比较难去操作 当然你看到 有人会显示 不是的 它的毛利是升的 毛利率是升的 但是你看回它的数据 它的毛利率是摆得很高的 其实有很多什么营销费用 广告那些 其实未落到毛利率那里 所以你见到下面的经营亏损是广大的 所以其实那个 烧钱的情况是未完的 既然烧钱情况未完 我自己亦都这么大市值 再加上 最近的新股好像没什么炒味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炒 我就觉得你不如先上市 看看那个走势如何才博 我想你不会期望 高高X会升一倍 所以不用怕错过了机会 宁愿上市之后 看那个走势如何 再想一下有没有炒 是